春月里的高铁交警 千万次呼唤 只为守护万家团聚 杭州2月1日点 A线0G1941厂23道停车 开葬信号 春节期间 杭州耿山门动车运用所内灯火通明 一身正装的沈生梁 正有条不紊地向身边的助理值班员下达工作指令 地处杭州闹市的耿山门动车运用所 是目前浙江省内唯一的大型高铁检修养护场所 它承担了包括护坤 民航 杭永 杭黄 杭台等数条长三角区域 重要高铁线路的动车组列车检修任务 被人们称作是高铁的4S店 42岁的沈生梁 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乔斯站 派驻在动车所里的一名车站值班员 他的职责是对所有结束运营后 回库沐浴体检的高铁列车进行调度指挥 因此也被人们称为高铁交警 他和身边的助理值班员一起两个人 用一张控制台 八块电脑屏幕 三部电台和一个电话 对每日所有进出杭州梗山门动车运用所的高铁列车 发出检修 存车的指令 同意灵芝7342预告列线 灵芝73561厂6道停车 开放信号灵芝1864 动车所5道进入好 短短几分钟 沈生梁已连续发出了数十道指令 从一列高铁进入动车所 到检修清洗出户 我们至少要与司机 调度 检修工等相关工作人员通话十余次 从高铁夜间陆续到达 到第二天一早离开动车所前往杭州站 杭州东站载客运行 沈生梁一般要从晚上八九点 一直忙到次日清晨五六点 醉毛的时候连续几个小时都不能起身 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 春运四十天 他和同事预计要只会调度高铁1200多列 发出上万条相关指令 在这期间 我们必须精神高度集中 要随时盯着控制台 以便第一时间发现和处置突发情况 稍有疏忽就会造成高铁大面积始发晚点 后果将不开设想 沈生梁介绍到 今年是沈生梁参加工作的第二十二个年头 在他看来 这些年自己在工作岗位上的亲身经历 反映了春运路上点点滴滴的变化 还记得动车所刚投入使用纳惠尔 一字排开的轨道 晚上都还摆不满列车 后来 越来越的高铁动车组 将这里填得满满当当 这其中不光有我们上海局的高铁列车 还有来自远方的客人 我这里的车越多 就代表着高铁越修越远 大家出门越来越方便 当沈生梁被问起今年春节 又要在岗位上度过有何感想时 他说春运吗 大家都是想着过年团聚 但也总要有人来保驾护航 看着一列列高铁 在自己的指挥下 安全正点开出 想着车上的旅客 马上就可以见到亲人 就很有成就感 延伸的高铁 带来春运路上的轻松和欢笑 变得是出行体验 但铁路人坚守岗位保障春运身影 不会改变 那一方小小控制台上 忙碌依旧在继续